就让天赐我这块风生棒 就让神赐我坚持的力量 三百六十五个日夜 三百六十五次轮回 请带我回到爱最初的地方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伤 那是曾经天塌下的地方 多少的日子 多少的岁月 无法回头 更无法遗忘 传说在天上有快风生光 能让神拯救苍生的绝望 于是我寻找 于是我呼唤 呼唤神明明之中 指引我方向 就让天赐我这块风生棒 就让神赐我坚持的力量 三百六十五个日夜 三百六十五五主神 再为我把世界点亮 就让天赐我这块风生棒 就让神赐我坚持的力量 三百六十五个日夜 三百六十五次轮回 请带我回到爱最初的地方 第一天赐我叫我 大家都叫保劲啊 动作都快一点 小心啊 你过来 快点 你 动作快点 你 快过来这里 在哪儿啊 还有你 也过来吧 看 走吧 对不起了 血缘大帝 反正你已妙魄遗残 如今为了除妖 我等将打碎你身旁的两个小鬼 烧了你的妙语 待五王伐咒成功之后 弟子将为你重修妙语 再速今生 兄弟 我怎么今日觉得老弄心哪 嗯 我也是 哥 你看看咱们老家怎么样了 看不清啊 齐盘山被浓雾所笼罩 什么都看不清啊 兄弟 你听那个周莹都在说些什么 啊 听不出个傻名单啊 我看见了 齐盘山顶和半山药都燃起了熊熊大火 哎呀 哎呀 我这头疼 哎呀哎呀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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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位将军 与叛军数次大战 味觉雌雄 致使虚弱光阴 枉费精神 本帅决定与江子牙等决宜死战 今夜去接江子牙大领如何 好啊 劫营正是你我兄弟的拿手本事 本帅也正有此意 众将听令 高明高觉在先 狐龙长号在后 因破败与雷开左右接应 鲁人杰与殷承秀断后 今夜二宫 洗劫叛军大领 准备令 师叔 三弟 这些日子你去哪了 我呢 先去了一趟前缘山 又去了一趟黄河渡口 还去了一趟齐盘山 两天三个地方 可把我累坏了 能长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这么忙也不叫上我们 不能叫你们啊 已叫你们 狄鹰什么都知道了 还记得吗 前段时候师叔布置任何事情 狄鹰马上就知道了 我去前缘山请教我师父太乙真人 才知道问题出现在高明和高觉两个人身上 他二人原来是棋盘山上上千年的陶金与柳怪 其根深到三十里外的轩缘庙内 庙内有千里眼与顺丰尔两个小鬼 那两个小鬼同陶金与柳怪的根须相连 造就了陶金与柳怪具有千里眼和顺丰尔的神通 哪吒 你现在这么一说 岂不又被听去看去了 现在咱们不怕了 他们的眼睛与耳朵已经失去了神通 不顶用了 哪吒 你真是好本事啊 你一个人在这么短时间内 竟然悄悄做了这么多事啊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我先去了趟黄河渡口 邀上了五级龙级公主与洪锦将军一同前去 是他们帮我一起拔树根烧树根砸小鬼放火烧庙的 还有哪吒 多亏你带人立了如此的大功啊 高密高绝已不再是千里眼顺丰尔了 很好啊 好 容奇 我们虽然掘了陶金柳怪的根 但是同眉山七怪斗法 还离不开你的赵瑶靖啊 贫道推算 今晚他们便会来结营 来得正好 铲除陶金柳怪 活捉眉山妖怪就在今晚 请师叔调兵遣将 众将听令 杨刃 守住东方 是 维护 守住西方 遵命 哪吒 守住南方 是 红金 你守住北方 是 杨剑与龙姬 用照妖精 识别妖精 是 弟子遵命 金柳 你协助雷阵子一起防守五王的营寨 是 不及指各营寨 严加防守 让敌军有来无回 是 骑兵元帅 末将 从西齐渡量云草前来 向元帅交令 师父 哪吒无忌他们都各有大人 弟子也想请命参战 伍儿 一路押运粮草而来 已经劳累不堪了 速到后营好好地歇息 为师的自有用到你之处 遵命 尔等暗中断了高明高绝的根基 尔等暗中断了高明高绝的根基 有机法宝打死了他们 今日本帅 若不取一个玉区弟子的性命 为他们兄弟报仇 便退嫌让位 不再所阴身的元帅 良人 持有礼貌 小心 小心 一命长两兵 我们已经占尽了便宜 本帅不再放牌 好 您只能感到什么 好 快 再回声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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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句话 在北京 对 的 也也不许 昨天 让朕却壮烈捐躯 师叔解哀 我用照妖精照顾了三元嫡将 可惜那袁红动作太快 待我掏出宝镜时早就没了影 其他两个倒是照出了原形 这两个是什么妖精变的 无龙与长号 一个是飞天无宫 另一个是白花大蛇 师叔 既然已知他们是何等妖物 明日就由弟子上阵 一一杀死他们 也会为杨刃师弟报仇雪恨 好 杨洁 拿出你的把酒玄弓 让你袁红知道我欲须道输 并非浪得虚名 杨刃乃是封身榜上的 甲子太岁之身 便到今晚便去册封于他 也好约束约束那个值年太岁的 依旧 混账 金匣罐 判你了 不错 这正是所有神仙们 梦寐以求的法宝 金侠冠 火灵 你不再是杨氏直线了 还想拿着法宝来杀害贫道吗 紫牙师叔 你误会了 火灵我生前 依仗法宝 金侠冠 威力无边 造了许多的杀孽 死后反省 实在是不甘 我的师父多宝道人 虽然不是你的亲师兄 但是论起来 你们都是红军法脉 所以无论如何 火灵我都不敢以下犯上 出手与师叔为敌了 那你顶着金侠冠 来阻挡贫道的去路 所为何事啊 师叔 弟子是前来献宝的 献什么宝 江师叔 你是知道这金侠冠的威力的 弟子如今将此宝 从碧游宫取来献给师叔 不为别的事 只求师叔能封我一个火部正神 掌管天下火部 你快快将金侠冠送回碧游宫去 贫道不能接受你的法宝汇物 但是贫道答应你 纵算不封你为火部正神 也要封你个与火部正神 平起平坐的新军之位 不行师叔 你一定要收下的金侠冠 封我为火部正神 统领天下火部 霍灵 不要再糊涂了 贫道要是收了你的法宝 从今往后也就不配指掌封神罢了 你还不快快将法宝送回碧游宫 然后速速赶往封神台听风 嗨 师叔 小神功赶上线 免礼 速赶扬阳润入封神台听风 是 江子洋 江子洋 你好偏心 你许门人一死 你就赶来封神 对 今天送到监牢 太不公平了 下次你若是不一一风来 我等就要闹到你师父 原始天在那里 众神莫及莫及啊 凡是今晚在宝镇台后风的 贫道啊 一并都风了 一并都风了啊 请风神 速带众神上前听风 是 奉太上原始吃命 奉我家四将 永享西方清福 分别封为 增长天王摩里青 望目天王摩里红 多闻天王摩里海 持国天王摩里寿 而等四大天王 掌管风调雨顺 永自天上人间 多谢 奉太上原始吃命 奉罗轩为火德兴君 掌管火部诸神 奉刘环为接火天君 协助火德兴君同名火部 多谢 奉太上原始吃命 奉吕岳为昊天大帝 统领温部助神 掌管天下温义 奉陈庚为劝善大师 辅佐你师兄吕岳 齐管温部 多谢 奉太上原始吃命 奉渝化龙为陛侠援君之神 统领斗部 膝下无子 分别为五方斗神 多谢 奉太上原始吃命 奉张葵为七煞星 奉琪琪高兰英为桃花星 多谢 奉太上原始吃命 因东海龙王驻将药鱼 拯救了几十万条人命 以此功德 奉其子敖饼为华盖星 多谢 奉太上原始吃命 奉阳刃为甲子太岁之神 阳刃 以兽风的众神中 尚有力气未尽者 你可知无火神善 严加管教 只致用你的神火 断尽彼等的力气 化为祥和为止 师叔放心 本身这就要归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启禀元帅 先锋关长昊出战 被杨俭逼出了原形 斩成数段 原来竟是一条大蛇 必是那杨俭市的杖俭术 吴隆将军 在 你速出战 为长昊将军报仇 殷将军 殷将军 你与雷开将军一起压阵 可以 来 能议 叫那个三者眼出来 我要与他决以死战 师兄 你可要注意了 他可是大无功 何无可谈 大公鸡 你可叫凤来帮忙 他是天下的鸡祖宗 不用 我有八九玄公 是 三者眼 在家还没有亲购吗 出阵还亲亲我我的 死到临头 你还敢胡言乱语 找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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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老将军 这仗结果如何 又是个妖怪 吴公鸡精 昨日 常昊镇前被斩 有人说是蛇精 我还不信 今日亲眼所见 吴龙变成了吴公鸡 不得不信 眼见为实 真是成汤不幸 是 有你横行 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 他们两个是妖精呢 差点被他们误了大事 报 启禀元帅 昭哥又送来了一名将军 快快有请 是 没有看法 有点 有点 无碍 不得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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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又来一个大妖怪 不是 放开 放开 放开我 放开我 好害激怒 你们休得无礼 本帅使得你不是妖精 而是力大无穷的巨人 看来你就是袁洪元帅了 末将本是农家子弟 姓巫 人家叫我巫文化 八岁丧父 九岁丧母 吃饱了穷亲戚 只好挨家乞讨 吃的是千家饭 穿的是百家衣 个头蒙往上窜 就长成了今天这个样 吃得多力气大 靠给父祖人家扛活为胜 吃穷了三家主人 正好带王出榜招贤 第四户主人便替我接了招贤榜 送我从军 特来大元帅帅下孝令 对 我就是大元帅袁洪 将军此来 想必是已有了妙策破敌 末将大字不识 不懂兵法 哪有什么破敌妙策 我没学过傻武艺 但有的是利器 我头军不为别的 只要叫我吃饱喝足了就行 来此听令调遣 让我打狗 我绝不会抓鸡 大家不要笑 吴将军初来乍到 我们不可轻视了他 吴将军 可会用什么兵器啊 不会 大王也曾这么问过我 我告诉他 我干农活时用的是爬里 大王就找人给我打了一个大铁爬里 轻 是轻了点 凑合着用吧 那铁爬里现在何处 来事放在赵外了 烦老哪位将军帮我起来 就让末将前去 疾病处出来 末将拿不动 夹派人手 是 是 乌将军说得不错 是轻了点 没关系 等有了重的兵器 本帅再给你换 我末将跑了一百多里路 我还没吃饭呢 那大王和王后够小气的了 百宴送末将 菜倒是好吃 但是饭太少了 我只吃了个小半忙 这回啊 我早就饿了 来人 快快百宴 请吴将军吃个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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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来的虾将 你是个什么东西 好匹夫 很性感把本将军当成了东西 其实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长得完全不是人的模样 住口 老子我是有来头的 本将军乃是天下八百楼 诸侯联军大元帅 江子崖的门徒龙徐虎 你是何人 同名保姓 爷爷不杀无名鬼 不是好歹的瞎将 本将军乃是殷商威武大将军 吴文化事也 你快快回去 叫你师父江子崖 前来给爷爷磕头 胡说八道 看他 啊 哎 啊 哎 哎 啊 啊 啊 哎 哎 哎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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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将军 你吃了那虾经的灰 快让本帅看看 袁帅 还从来没有人对末将这么好过 吴将军 不要说了 你初次会战难免守护势力 加上你身高体奔 适于周旋 记得 以后上阵要以己之长 刻笔之短 方可取胜 袁帅 放心 末将 今夜劫营铁爬里横扫一大片 管要在周营 片甲不留 中军乃大州率仗所在 江子牙和玉须弟子聚在 那哪吒和杨锦也都不好惹 今夜劫营可选左营或右营为妙 左营与右营谁强 我的死对头是龙须虎 他可在这两营之中 左右两营势均立敌 龙须虎在右营之中 我看将军还是去袭左营为妙 免得再吃了龙须虎的亏影 不 我选右营 扫当右营 去找龙须虎报仇 周土激发 齐寝上天 保佑我东征伐昼大军 势如破竹 摧枯拉朽 保佑我东征将士 哥哥能够逢凶化吉 遇难成乡 忠发哥哥 快替我恳求女娲娘娘啊 女娲娘娘 你缔造了人类 是人类之母 不管是子贤还是子虞 都应该是你的女儿才对 子贤死去已久 姑王不能再期望她能够还养 但子虞若能够得到你的援手 你以土为人 必然还养 还望女娲娘娘慈悲 赐予子虞伸去 女娲娘娘 小妖也被子虞 跟鸡发哥哥之间的真情所感动 也求你能够大发慈悲 捏土为人 让子虞还养吧 凤莱 你这是干什么 走 凤莱 激发哥哥 刚才我们跪地 对天祈祷 真好像是一对夫妻 在行拜天地之礼 这样的情景 我不知道在梦里梦到过多少次 所以站起来的时候 就忍不住亲了你一下 凤莱姐姐 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 但我这是情难自尽呢 凤莱 请你不要再寄情于孤王了 孤王乃是个不祥之人 你倒是想想 当年你的好姐妹子贤 因为成了孤王的妻子 被迫自杀身亡 如今的子虞 又是因为孤王自杀而亡 当年你的好姐妹子贤 你若寄情于孤王 还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孤王只要一想 就会惶恐不安 二哥 刚才我看到天上有一道彩虹 飘落在王帐前 不知可有什么异样 可以我 可有凤莱 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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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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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灭亡 玉帝 传令下去 让三军替孤王收集无瑕的美玉 积成千金 玉 你要自己去采 若是动用了三军 便是你的心不成 你的子虞能否还阳 就要看你自己的了 你 freaked out hear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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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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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投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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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师叔 师叔 有人吸营 德大 快去叫醒玉须弟子 一起去支援佑营 遵命 杨检 以肃王后营保护粮草 遵命 尽快 必负 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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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蜘蛛 鹿蜘蛛 杨简 你以为只有你懂得八九玄弓 本帅也懂 要不要我和你斗一斗 叶极成功 鹰极收兵 师叔 都怪贫道疏于防范 幼莹才遭死厄云哪 师叔 有营将官折损了三十四元之多 其中就有师弟龙虚虎 士兵死伤更为惨重 伍文化 自愁自恨 我杨简必报 我杨简必报 你以为你可恶可恶 作业三军输于防范 吃了吴文化和袁洪的亏 幸亏杨简即使感到以神通变化 吓走了这个巨人 师叔 这个乌文化 虽然武艺不经 不懂法术 但却是个可怕的庞然大物 危害不小 依弟子看 应该先把乌文化除掉 然后再破袁洪大军 是啊 是到了除掉乌文化 和袁洪的时候了 永期 你可曾用照妖镜 照过此二人 启禀元帅 末将用照妖镜照过了 那个傻大哥乌文化 并不是什么妖精 只不过是一个 力大无穷的巨人 商君元帅袁洪 身段灵巧 武艺高强 数次照他都未能照到 那就新除了那个巨人乌文化 然后再出袁洪 可是要杀掉这样一个 庞然大物 不可力拼 只能置屈 请元帅吩咐 当故事 杨俭哪吒不急 福尔过来 此事赶紧吧 末将遵命 今天大人远来有失怨赢 忘记恕罪啊 大元帅不必客气 你们在阵前劳苦功高 大王派遣下官前来 慰劳诸位 诸位将军 跪接圣旨吧 圣旨 袁洪元帅 与吴将军夜袭周营 大获全上 斩敌将数十远 杀敌军数万人 涌建齐功 卫阵朝野 特令嘉奖 在昭哥割上府地一座 用人三千 步驳百匹 欲九十坛 往全体将士 再接再厉 早擒贼手 早日凯旋 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洪元帅 这位是新招募来的 朱子贞朱将军 代王命下官将其送来 军前效力 欢迎朱将军 等问朱将军何方人事啊 属下与元帅同乡 一室眉山人事 得知元帅在镇前杀敌 特此前来 助元帅一臂之力 好 师弟 师叔命令我在近处找一个 意境不意出的盆地不知何用 我想师叔自有妙用 师兄 前几日我躲避千天眼的追踪 去拜见我师父的时候 曾在这附近 发现了这样一个地方 走 咱们去看看 好 那边 你看 这个可以吗 我看不行 师弟 附近没有盆地 也不知道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代替师叔所要的盆地 我想应该可以吧 承蒙代王恩宠讲狱 吴将军 我等当尽心竭力 以报国恩才是 元帅 末将一定再寻机会 趁江子牙老儿不备 再杀这个聘业不留 生擒激发小儿 让大元帅你去昭歌 邀功灵赏 我帮你去昭歌 你去昭歌 我帮你去昭歌 反正是 还有一点 我帮你去昭歌 你去昭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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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